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三集 发布概念和快速验证产品看似复杂或者多余 但是的确可以减少很多浪费 有些开发人员随意的开发产品 不考虑用户需求和场景 通过高成本的批量生产去试探市场 这是很可怕的事 当然在供应链的过程中 我也跟产品开发人员学习了很多知识 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些调研方法 一比如 若要了解一个品类的市场规模式 除了可以通过Google Trends了解当地关键词的搜索趋势 还可以查询海关数据 这个相当6 二比如 他们掌握了很多亚马逊的调研工具 如Jungle Scout 能够推算竞品的排名和月军销售情况 亚马逊的产品月军销售数据是不展示的 三比如 跟工厂沟通时 他们宣称这个类型的产品出货量很大来迷惑你 你完全可以查询海关数据 关于这个产品的整体目标市场的出货量 要验证真伪 一些海关数据平台 能够提供某类产品的海关出口数量 甚至具体的出口商 还有一些 比如通过一个商标能够查询到他所在的母公司 以及母公司旗下的所有商标 你想跑都跑不掉 8.团队的打造合成店 这两年亚马逊的圈子被一些无良服务商搞得非常的浮躁 导致很多卖家钻漏洞 追求所谓的使用黑科技 我承认的确这些方法会带来短暂的爆发 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利润 也让企业在未来有更多的现金流进行转型 但是一旦使用了黑科技 团队就陷入黑科技的困局 离开黑科技手段之后 就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销售了 这真的很可怕 对于普遍的跨境电商公司而言 我的最深刻的感受是没有自身的强有力的沉淀 除了排头的几个如Anchor或者环球 很多的小团队由于生存压力或者管理不当 大量的开发不同类型的产品 开发人员看到凑合的产品就拿回来 销售拿到产品就开始销售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是早期亚马逊市场相当好做的时候 一屋小商品层的产品运到国外卖一个豹一个开始的 团队基本上无沉淀 为什么团队需要沉淀 我指的沉淀是团队在某个领域建立了经验 无论是产品经验还是销售经验等 这会扩大该领域的优势 那么如何选择一个领域 我的建议是什么需求未来十年都不会变的 那就做这个 我承认创造产品不是小公司能玩的 小公司为了生存和赚钱只能做做OEM 但是这就让整个市场趋于同质化 往往谁能够打破同质化做出差异化 就能够大赚一笔 但是这里面的风险 需要付出的成本和方法论小公司都做不到和无法掌握 如果未来有机会 我倒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产品需求方法论 帮助小卖家更好的挖掘属于自己的差异化产品 而不是陷入永无至今的同质化 9.小杰 最后和大家说一下亚马逊并不是遍地黄金 但是却是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宝库 需要你去挖掘 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 但是却可以长期做下去 让你公司和你自己能够赚到不少的钱 所以不要失去信心 要相信一个潜力最大的市场就在你眼前 但是你需要静下心来 冷静地思考下 是不是自己的选品策略 有问题或者是自己的产品还不够好 一或者是自己的推广策略是否正确 请不吝点赞 点赞 点赞